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其他的衣服 只有这件比较大 穿不穿吧 穿穿穿 帽子拿着 戴戴 戴戴 帅不帅 帅什么帅啊 哪有帽子 这我还没戴过呢 暖不动了 艾德德 准备了个惊喜 准备好啊 三 二 一 这不 我们剧组的灯吗 可以啊你 都潜伏到我们组屋里内部了 我求了他们好久才愿意借给我 来 来这边 还有更好玩的 这个东西呢 它叫测黄小熊 你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会回答你 你这样 我来打个药啊 小熊 小熊 锦冰是不是这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人 小熊你是没见过其他女的吧 不可能 小熊 小熊 你没见过其他女人吗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小熊 小熊 你是不是没见过像锦冰这么美的女人 真是个诚实的小熊 哇塞 现在高科技这么强大吗 真的没有什么机关吗 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他 我 想想啊 那这样 我再问你 行 小熊 小熊 紧冰昨天晚上是不是梦见我了 他 你撒谎 你昨晚上梦见我了 你手给你拿一撒 什么东西有 遥控器是不是 换纸 换纸 是不是 有遥控器的 拿出来 快点 真的 我真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玩的 烟花 我给你点一个 给你躲远点别姿着你 换纸坐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我从十岁之后 好像就 再没有人带我玩会不会 没事 马上过年了 我带你放 好 向阳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啊 我 我又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执着啊 十年前 我在那公交车站 第一次看见你拍的那条公益广告的时候 真的是我从小到大最开心的时候 我记得你那个时候一直冲我笑 笑得特别开心 特别好看 但是你现在 怎么都不爱笑啊 我觉得你每天都特别紧绷 你就像一个 你就像一个 穿着铠甲 刀枪不入的女汉子一样 什么意思 喜欢女汉子是吧 我 我 我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我 我只是想再看见你像以前那样笑 过年都是小孩儿雪花 选哪个 我给你放 给我点那个红的 最高的那个 给我点那个红的 最高的那个 没问题 快跑 快跑 好看 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一个有点成熟的小屁孩 怎么还是小屁孩啊 小屁孩多好啊 我说是一个有点成熟的小屁孩 我巴不得有人叫我小屁孩 行 那你说说 小屁孩有什么好的 小屁孩 阳光 纯粹 有冲劲 胆子也很大 没事老在我眼前晃悠 真的我有时候看见你 我就会想到自己二十几岁时候的样子 希望你能晚一点来到 复杂又无聊的成人世界 意思就是祝你慢慢长大 好 小屁孩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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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选一个烟花我给你放 我放一个吧 不行 过年小孩不能放花 都要坐着 我给你放 选哪个 你选一个没放过的就行 想看个不一样的 行 那我选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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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了 好棒喔 整人分下了 好好看呀 夠分 我怕你 请快点 快点 快点 不要 雪花街 下雪 雪可以啊 雪可以 再往里飘点 好好好 来 十拍 准备十拍了 开始 走啊 现在太强了 给阳阳补一下 好嘞 好嘞 好帅 突破 那我放点 你想让人就用 快点啊 我出话吧 来看 雪亭 你们俩上都笑了呀 是笑场还是 是发自内心的微笑呢 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发自内心的微笑 咱们再来一个深情的啊 雪花街 下雪 踏鸡 踏实 踏实 踏 小蕾 你去问一下 真的微笑吗 真的没事 笑场了 好嘞 等一会 好调整一下啊 不要笑啊 你们待会儿再深情一点啊 好好好 开始 好 踏踏踏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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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踏踏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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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辛苦了 咱们这条片拍摄完成 够了 好 嬴 大师 喜欢 是 想打 升отр 能了吗 Vent 杉 那行 我现场找一个人送你去啊 别 那个 店铭 能不能麻烦你 开我的车 送我去医院 我会开车 黄老师 我送你 你开我的车我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 盛阳 你回城一趟吧 咱们那条片不是要交了吗 你刚刚趴上我检查 我不放心 你回去再检查一遍 好吧 那个 黄老师 我换一条方便开车的裤子 你帮我把方老师扶车去 我 我可以坐 行了 方老师 别养了 虽然明日教音乐 这演技也不错啊 走吧 拜拜 拜拜 陈老师 不用你发 慢点啊 我自己可以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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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您这个就是急性的肾结石 平时的时候要多喝水 大 大量的喝水 嗯 我这工作比较特殊 说话多 喝水少 可能也是因为我老一个人 身边没个人提醒的 真好啊 嗯 嗯 嗯 我说 一个人病了 身边还能等人陪着 正好 哦 今天太麻烦点了 还让你送我来医院 不 不麻烦 好像我生病了 送一趟 很正常 嗯 嗯 其实我跟你一样 嗯 以前也有一段 失败的婚姻 所以我跟你已经交往的时候 会特别地小心谨慎 本来想的 到了我这个年纪了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嗯 也就不会想那些什么红红烈烈的情感 就想找一个合适的人 暗门的过日子 现在看 我给我单身 嗯 我以前认为啊 一个成熟的人 就是不用再去取悦别人了 但现在看来呢 我错了 一个成熟的人是心里有爱的人 不应该是一潭死水 只要认定了一个人 就会义无反顾地想去取悦他 散步的时候 会主动地站到他的外侧 天冷气风了 会主动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给对方披上 吃饭的时候 会为对方准备好热水 开车的时候 会为他体肩把位置调整好 为自己爱的人做这些 一定很幸福 剑林 我想成为那个 让你幸福的人 我想跟你正式交往 冯老师 我 非常愿意跟您做朋友 这是朋友吗 我觉得您人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愿意跟您做朋友 您昨天不是说要做我的导航吗 在我走错路的时候 帮我重新规划路线 但是在我看来 导航是干什么的呢 它是 让人在最短的时间 走一条最好走的路 到达目的地 可是我觉得 走错路 走弯路 选择人生中最难走的那条路 去走不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走快了 它容易错过沿途的风景 你觉得 有意思 比正确重要 在我这儿 有意思的 就是正确的 我那个 我给你点滴快点滑了 我去看看护士什么时候来麻针啊 我二会儿 你干吗 你干吗呢 灌水 我们单位一个月就加班一次 你就别再磨叽了 二段回来了 大 大 大 颜颜回来了 今天晚上我们超市加班盆点 我一会儿去上班 饭菜给你做好了在厨房 别忘了吃 抓紧一会儿凉了 你也抓紧 你赶紧走吧 不是 老司机 我这药真不好 我说你家里别去了吧 真的 你再说一遍 你怎么那么磨叽 赶紧跟我走 不是 你那没有免费的 给你加班的呀 你赶紧走不走 那你给个三百块钱呗 给你三百 我给你五百行不行 嫂子 我出去一趟 行 行 行 你不是刚回来吗 杨阳 怎么又出去啊 不能出去了 你回头给你儿子头上 装个监控得了 他干啥 你就看得一清二楚的 哪儿哪儿都有你 你走还是不走 两百 你 不去看看你借我 不着急 简双 文文不打算说的 但是后来觉得 我喜欢你 应该让你知道 只是对你的尊重 谢谢 其实我觉得咱俩挺像的 父母都不在身边 你有一个姐 我有一个舅 连家长会都是我丑 替我开的 我也是 直到加入了冰球社 我才觉得 我身边有一帮能说话的真朋友 当然了 还有特别不把自己当姑娘的你 说谁不把自己当姑娘 有你这么猛的姑娘吗 打起球来跟不要命似的 我记得唯一一次见你哭 是你妈妈生日吧 有什么 egg 建琳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 没地撒娇 没出人性 偶尔闯个祸 也就是为了博取一点存在感 让你姐关注一下你 但是她也有她的生活 你也不敢过多打扰 苦惯了的人 老天爷给一点甜 都会质疑自己配不配 因为 你害怕这份好 有一天突然消失 你弄的那个小组 群里面有人说过一段话 你怎么知道是我弄的 我弄不知道是你弄的 有一阵我还天天看呢 那里面有人写了一段话 说自己总爱上渣男渣女 就是因为父母感情不合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 一个人十八岁之前 是父母给的 是家庭给的 十八岁之后 是自己给的 只要成年了 就没人能捆绑你 也没人能控制你 姐说 我知道 我现在跟你表白是挺自私挺不负责任的 所以 这份心意 怎么处置听你的 你可以接受 可以拒绝 还可以置之不理 或者 咱们像以前一样 继续做普通朋友 都行 你说了算 你就是挺自私的 你是想通了 那我呢 本来都好好的做些你废来的鼻出 我 现在要我来做决定 我怎么决定啊 我怎么决定啊 你 有本事你别走啊 那你要是不接受 咱们就接着像以前一样 继续做普通朋友呗 行 行 行 那我回家看我舅去了 不打扰你 等会儿 那我们可说好了 以后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昨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我没说我不喜欢 那你都要走了 那我还能让你不走啊 那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情你 是这种感觉啊 你昨天失忆了 你昨天失忆了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刚到家了吗 医生怎么说 方老师很严重吗 不严重 已经处理完了 送回家了 我知道那个方墓 他一直在追求你 但是你不能答应他 为什么呀 你回头 因为我 我喜欢你姐妹 而且我也知道 你也喜欢我 你想要你 你是刚刚自きた 我 你 你干吗呢 你们俩干吗呢 都乱你 抓现金了吧 人生干大事啊 你怎么交代 什么我怎么回事 你还敢问我 你怎么回事 舅 你啥情况了 让我一个人进去 啥东西 你怎么又说我呀 说你 你这你 你们俩就站在窗口那儿干吗呢那是 我们 我们这好点 至少在家里 一大跟着 哎 你们打冰球的平时堪篮球吗 我挺喜欢篮球的 昨天 solving的比赛你看看了 这么四个人都看了二十八分 啊 是 他这赛季状态好 没错 他这个赛季的平均根 肯定比上个赛季高 我是觉得郝俊杰这孩子 挺靠谱的 你跟他谈恋爱呢 我没有意见 他靠不靠不另说 郝俊杰算什么玩意儿 怎么说话呢你 不是 那你说他有什么好啊 把你迷得这么神魂颠倒的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神魂颠倒的了 你了解人家吗 那优点多着呢 年轻 阳光 帅气 上进 聪明 行了行了 性格好 没缺点了是吧 再夸下去隔夜饭都要吐出来 不是你让我夸的吗 这郝俊杰是不是要出国了 半年以后 你们俩这哪一出啊 准备异地恋吗 异什么地啊 算了吧 谢谢啊 我现在在哪里 你了解 那你怎么可能被人称了 没事你了解 我没做啊 你有没有什么事啊 你不想再留意她 没事就好 其实你救这个人吧 还挺好的 是吗 没有 特烦人 你说 这好好的 临走之前非得闹自明初 为什么非要破坏这种稳定的关系呢 一直当哥们不好吗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喜欢管什么用啊 薛月明 当年不也喜欢你吗 锦忠德那会儿追咱妈 不也轰轰烈烈的吗 然后呢 人是会变的 你要干吗呀你 你要看破红尘啊 人当然是会变的 每个人都会变 你也会变 你不能要求谁 一辈子都陪在你身边 你知道吗 姐 你能别老拿你那套理论要求我吗 我没你那么牵强 我不想面对物是人非 我不想面对离别 我希望我生命中的关系都是固定的 就像你和我 天塌下来了 老了病了 我们也不会抛弃对方 如果不是这样 何必啊 谁跟你说咱俩关系是固定的 那不一定啊 那不一定啊 我可没说我能一辈子都陪着你 我可没说我能一辈子都陪着你 你和简兵姐是不是已经 不一定 恭喜啊 恭喜你啊 其实我知道 简兵姐对我就没那意思 感情这种事也强求不来 冲你这话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别高兴太早 我就以后又不是没机会 等我咽气了吧 我跟你说简双 你不能害怕去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这世界上除了我以外 一定还有其他人能给你这种安全吧 你得自己去成长 自己去经历 喜欢就好好谈恋爱 甭管什么异地不异地的 趁他没走之前 好好看看电影 亚亚马路 多了解了解彼此 真的要到分开了 都是美好的回忆啊 我跟你说你不跟我说 我还以为你们俩已经谈恋爱了吗 劝别人一套一套的 你怎么那么会撮合我呀 怎么到你这儿 你怂什么呀 我就问你好俊杰要是不出国的话 你跟不跟他谈恋爱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待会儿你就出去说咱俩别谈了 回头我好俊杰出国三年回来 给你带一个外国女朋友 一见面一介绍 嗨简双这是我女朋友 高不高兴 他敢 不会有什么事吧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简平姐 不会对简霜动手吧 怎么会 清姐俩 慢慢说 简平姐平时挺凶的 说谁呢 她 她什么时候凶啊 说来说来 姐 你不管我了 你出来 好俊杰 你过来一下 简双 干吗呀 姐 你们俩都是成年人了 能为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负责吧 能 能 不准欺负简双 不准让她哭 只能对她好 帮我收拾你啊 那什么我 今天晚上都不回来了 你们俩好好谈恋爱吧 姐 你 你找到一家 没听到她的感情 我找到她 你去我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就是想让我妹高高兴兴 痛痛快快地谈个恋爱 我其实早就看出 她喜欢郝敬杰 要不然不能打你跑我赢球 你跟聊天你觉得她怎么样 挺好的呀 聊了几句话不多 挺沉稳的 话里话外都流露出 对简霜的关心 小伙子不做 有些签读 那就好 我发现了 你对你妹挺开明的 怎么对你自己这么封建 我怎么封建了 你要不封建 去我家 去你家干吗呀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白天送呗 现在去了碰见你爸你妈 我说我干吗去 我妈超市大盘点 我爸陪她去了 家里没人 拿完礼物就走 吃螺子粉去 那你走吧 请自用 螺子粉还差不多 我想用相架吗 两个大 酸笋 之前吃的时候不是错了吗 要喝一瓶 先喝一瓶 请喝一瓶 我跟您说 我现在天天在家吃狗粮 天天都给我吃饱了 为什么 都怪你啊 都怪我 对啊 我爸妈现在天天在家 干什么都要在一块儿 天天美娟美娟 老盛老盛 我这要吐我了 都要免修得来 现在你受不了了 忘了你投我的时候了吧 忘了你投我的时候了吧 你的时候 你不客气 来 你去旅途 你逅心 不客气 不客气 这个 隆典的 是 是 你 对 这些画 金老师给点评点评 画功不错呀 盛林老师 这幅画 是我高中写生的时候画 高中就画这么好 这幅也是高中时候画 当时还拿了奖 爸错 还有啊 这床 这些柜子 这沙发 都是我跟我爸一起弄的 真的吗 很厉害吧 喜欢你吧 那我呢 你怎么 一点都没继承你爸的幽默感呢 他没有帅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否认的 我的礼物呢 什么礼物 你不是有礼物要给我吗 你现在要看啊 行 真的非常土 我这个礼物不好吗 你这个礼物 我 你真的越来越不像你了 沈阳 跟我爸学的呀 你不是喜欢我爸吗 你喜欢谁我就跟谁学呗 你的地毯可以踩吗 可以踩 我给你拿个拖鞋梳回家 好 那别踩了 谢谢 我给你倒杯水去 你在我的梦中心房里面好好感受感受 你找你们男同事帮忙呀 找男同事我赶了我 我给你做一个好吗 我给你做一个很远的 我写你